今天下午好像有 會成功 沿逸夏日 烤生蠔是不少人最愛 但現在市面上 還出現了組裝生蠔 我們全殼生蠔的話 它是連殼的重量 一起下去計算 如果是那種組裝的話 它是只有蒜裡面 殼肉的價錢 烤生蠔達人就說 的確有部分攤商 為了節省成本 用冷凍或是死生蠔肉 放在生蠔殼裡 充當新鮮的生蠔 是新鮮的生蠔 它敲下去 它的聲音是紮實的 不新鮮的話 你敲下去 聽它的聲音是中空的 達人示範除了敲擊殼面 來辨別外 從外觀也能分辨 新鮮的生蠔 殼面緊閉不會有任何的缺口 而經過烹煮後的生蠔 更好辨別 真的是組裝肉的話 它這種筷子一夾 就是整個都可以夾起來 如果像這種新鮮的話 它的整個備注 是會黏在殼上面的 它筷子是沒有辦法夾起來的 除此之外 冷凍鮑魚與新鮮鮑魚 成本價格也差了至少三倍 這是冷凍 群測會縮回去 線流的話 線乳的話 群測還會留著豐滿的顆粒都還在 表面的地方的話 就屬於比較偏光滑的話 這是冷凍 有毛細孔擴張的地方 就屬於線流的東西 專家強調 夏天不新鮮的海鮮 很容易滋生長鹽胡菌 會引發上吐下餡 想要享受美食 真的得要睜大眼睛 記者陳子芬 唐子晴台報道 中天電視全新製作 強黨大戲 美好年代 美好年代 一位 MING E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